陈澳翁大哥 我们就先站正 站正了之后 你先感觉到你所有的重量 都能够放到脚底 所以你全部的重量 你要感觉到 这个地球上面 你在脚的脚上 你的身体慢慢已經可以 就像这个重量就没有规移 然后 我做一个动作 大家先看 基本上就放松 膝盖微弯 脖子脚打开 基本上肩膀差不多 脚是要平的 慢慢弯下来 整个人张开的感觉 就这样 这个就是基本一个 站桩的一个基本状态 OK 但是大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前面 中线是正面 侧面从头顶到 胳膝到脚 到脚的正中心 是在一条直线下 就一个中心点 膝盖完全打开 不要看我现在膝盖弯的比较多 我膝盖完全不受力 可以非常非常绑紧 就完全没有受力的感觉 所以你会感到整个人是 整个人其实现在是非常松的 只有脚上有脚趾抓地的力量 其他的话整个力量是 整个人是非常轻松的重状态 那重状态你又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为什么能够是在最佳受力现状态的人 我的整个重量就在一条直线上面 就在一个点上面 所以这时候我可以待很久 如果你待不久 就是因为你的重力还分布均匀 所以整个张力一个方面还有问题 站到你觉得可以起来了 就慢慢收拾 收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先 我们现在不强调大家的姿势 大家可以站起来 跟我先坐里面 大家可以让我们侧的 让我们前后错这边 准备大家有足够的空间 因为这个站状态实在是发展的地方 我们先站直 然后脚先定了 不用完全定此 但是脚尽量先靠过 这样是找到你的整个身体的轴心点 你感觉整个身体是在一个 整个重量是像一个锥子一样的 一个倒三角 直接扎在你的两个脚的中间点上面 你要先找到你的重心的位置 然后这个时候把我们的身体肩放松 然后感觉到你的肩甲是往下垂的 肩甲是 你的肩甲是个三角形的 你的肩甲是两个三角形的 Point你的到地面 是指着你的地面的 这个时候我们微微的弯曲我们的膝盖 弯一点点 然后左脚中心放到右脚 左脚一个半弧形打开 不要以为说这么打开和这么打开 都一样不一样出现了 因为这个打开的弧度 是带动了你整个身体的能量运动方式 它的能量运动果然是个圆形运动 它不是一个直线运动 要知道我们的太阳系是太阳是在转 太阳系整个其他九大星跟着转 我们的确也是在转 所以我们所有的力量都是弧形的 不是一个直立 感觉你的重量在膝盖撑住了之后 通常我是eventually希望大家能够练到之后 你的整个动作能够一次成型 但是一开始我们就要膝盖先弯下 然后把膝盖打开 尽量把膝盖往外展 打开一起 打到你的整个人 保识你身上还是直的膝盖打开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轻轻地把手抬起来 感觉你这边抱着很大的一个球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球呢 记住不要把手手翻翻上来 不要翻 垂下来 但是你不要加紧 你加紧了之后你的球就抱住了 所以稍微撑开一点 我们这个下面一边夹了一个小的球 所以我们不可能夹死 但是打开会会掉的 夹死 夹是夹不住的 所以要稍微收一点 这边抱着球 两个腿中间也夹了一个很大的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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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